sup大家好 我是长安观念 好久不见了大家 最近都还好吗 YouTube和Instagram网红 Gabby Petito和男友 这个Brian Laundry的案件 在过去的一两个月中间 都可以说是美国 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 都最引人关注的一个案件 相信有很多正在看这个视频的朋友 也跟我一样 全程关注了这个 过程可以说是曲折离奇的案件 有很多的朋友在这段时间中 也不停地问我的看法 跟我说你一定要去做这个案件 行既然大家这么感兴趣 那么我就给大家安排上 2021年的7月2号 Gabby Petito买了一辆 Ford Transit Connect 跟订婚了当时一年的 未婚夫Brian Laundry 两人一起开启了一段计划 长达四个月的 横穿美国的公路旅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段啊就是Gabby在8月20号上传到YouTube这个video Van Life 一看呢就是一对年轻甜蜜的Couple 一起到处开着车啊 到处旅行的这个样子 这也是很多年轻情侣梦想中的这个日子啊 一切都显得非常的美好 但是隐藏在表面之下的美好是 这对Couple的相处呢 似乎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和谐 在这段视频上传的8天之前 有人在Grant County 拨打了911的报警电话 Grant County Sheriff's Office 我会变得更多了 嗨,我会变得更多了 我会变得更多了 Main Street by Moonflower 我们在转称 我会变得更多了 Domestic dispute Flor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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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censePlate Whiteland Gentlemen 560 They just drove off They're going down Main Street They made a ride onto Main Street For a Moonflower What were they doing? Cooperative But um What'd you say? What were they doing? We drove by And the gentleman was slapping the girl He was slapping her? Yes And then we stopped They ran up and down the sidewalk He proceeded to hit her Hopped in the car And they drove off Okay You said it's a white van? White van I gave you the license But just give me one sec I took a picture of it Okay And when they Turned on the Main Street They went right or left? Right Right So they went north North on Main All right I will let somebody know Thank you Yeah No worries Bye 根据这段报警电话里面 透露出来的情况来看呢 就是当时有一名男性 在路边追逐一个 一个女生啊 然后伸手 Slap 打了他一巴掌 报警的这个人呢 开车路过的时候 他看到了 然后他停车 然后这段男女呢 就开车离开了 报警人在电话中间 是有提到 车离去的方向的 警察接警之后呢 也就沿着那个方向 去沿途寻找他们 园出真的很酷 扭马上 our zone through here is 25 oh subjects just hit the curb Corrections speed limit is 15 I'm about three-quarters of a mile into the arches, just before the gate 他们 这个手机可能不要停电机 让助理 充电劲ium 可以 ча ship 什么是大家人参照公司 Gabby Brian OK What's going on how come you're crying I'm sorry we've just been fighting this morning Some personal issues It was a long day we were here camping yesterday And camping got the stuff flies and stuff I'm sorry I'm sorry I hit the bump there I was distracting him from driving I'm sorry 现在画面里面坐在车上副驾位置的 这个女生的就是Gabby 在旁边开车的这个就是她23岁的未婚夫 这个Brian 目前看他们两个人所处于的这个状态 是属于一个对于巡逻的警察来说 是非常常见叫做over compliant 过度配合的一种状态 就一共也没说几句话 他们两个人实际上 就已经道歉了好几次了 而实际上警察并没有指责过他们 你们做错了什么事情 你比如说警察来你下来之后 他骂你说你刚刚怎么回事 你怎么开车都撞到旁边了 这叫指责你 OK这种情况下 你说不好意思 I'm sorry 这很正常 但是视频里面 我们看到警察过来之后 完全没有指责他们任何东西 这还没来得及说呢 他们两个人主动的道歉 这就体现出了over compliant的特种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从警察的角度上来说呢 他们或者明白 警察为什么要拦下他们 或者就是有想要隐藏的东西 警察毕竟是接紧之后追过来的 虽然说是目前看起来问题并不大 但是还是很急紧的 把这个女孩子呢 女生单独叫下车 跟男生分开 单独的去问这个女孩子话 女生下车之后 走到这个地方 她站定之后 有两次摸口袋的动作 先是在外面摸了一下 这个屁股的口袋 当然她穿这个短裤 很有可能屁股上去 根本就没有口袋 但是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是不是真的有口袋 并不重要 然后呢 她把双手插入到 两边的这个口袋 而且插得非常的深 手指应该是一直摸到了 口袋的最里面了 我估计她应该是摸到了一点点 就大家知道 裤子口袋有些时候 可能会有一点点那种残留的 比如说什么洗衣粉 或者说是衣物的纤维 抽烟的人 还有可能会有烟丝等等 她应该是摸到了一点点 这种东西 所以在接下来 她有一个把摸到的这个东西 就是撒出去的动作 问题在于 为什么她一下车 要在直面检查的时候 她突然间有这个意识 要去检查一下自己的口袋 为什么会有这个动作 所以我怀疑 仅仅是怀疑 她很有可能 最近有使用过大妈 她正在检查口袋里面 有没有残留 对于很渐 Hmm 我认识 我只是拒绝了 但是不认识 我越不知 有与会辞机 我只是拒绝了 我跟他讲到 和我以前是 对于他当天 我对于我的争论 我和他说 因为因为 我当天 Licht 而每天天 我都能乱点 这一段中间 Gabby很明显的 非常的情绪化 大家都能感觉到 她很沮丧 后面比较跳出来的 一个点是 她有提裤子 和扑住自己衣服 就是露出来的 小腹上面这个位置的动作 总体而言 在这个环境 这个背景之下 也没有什么 特别不正常的地方 毕竟这是个警察 你看这个Gabby 她也没有穿bra 感觉自己可能是 非常的暴露 然后同时也是很脆弱 同时Gabby在最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手撑膝盖的动作 这个时候 她是正在准备说 跟男友吵架的这个事情 这体现出她对于 吵架这个事情的疲惫感 猜测可能就是一个吵架 已经持续了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警察这里问到她的工作 咱们来看看她是怎么说的 就注意 大家注意 Gabby这一段 在说到自己的工作的时候 你看她这个语气 动作 表情 完全变了 本来你看之前 表现的都非常vulnerable 非常的很弱小 很脆弱 很情绪化的一面 到这里谈到工作之后 她语气一改 就瞬间变得坚定 和自信了很多 表情的一看 也从之前那种面露蓝色 到这里就变成了很认真 一个straight face 同时大家看她的肢体语言 她有说到自己是一个营养学家 说的时候伴随了一个摸头发的动作 剥头发的动作 这个动作大家应该明白 它很常见 它是女生在施展自己魅力的一个动作 就是那种 你看我很厉害吧 这种感觉 然后她在说自己做博客 做网站的时候 还做了这种击掌的这个动作 这是一个命令式的 一个命令对方听自己说话 还是一个蛮强势的一个动作 所以总体感觉 她在谈到自己的工作方面 她是非常的自信 非常的强大的 但是大家注意 下一秒 重新谈回到男友的事情 她的状态就又剧烈的变化 回到了之前的那个崩溃和沮丧的状态 Gabby说自己很冷静 一直都很冷静 但是很明显她并不冷静 这里就她就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 大家看她这里双手放在腰上 就这位我特别说一下 双手放在腰上和放在胯上是不一样的 我们中文都说是习惯说是双手插腰 但是这样插腰 我们说插腰 很多时候人的这个手实际上是放在宽关节上 就是hip 放在宽关节上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的插腰实际上是插宽 就是手放在宽关节 就人体躯干比较粗的这个地方 目的是为了让自己这个表面积变大 就是跟熊站起来和那个大星龙垂星狗是差不多的这个意思 都是为了使自己看起来更强大 而Gabby这里手呢 她是真的放在腰 就是你身体躯干最细的这个地方 大家看Gabby很瘦 然后她的手也很大 所以这个动作 她的双手几乎可以完整地握住自己的腰 当人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相反 跟真的插胯是不一样的 这个动作相反了 是体现出一个人很弱小 是一个脆弱的表现 我们看右上角的这个时间啊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4点48分了 Gabby好像已经丢失了对于时间的这个流逝的概念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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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统结一下警察 刚才对Gaby的最初的这一段谈话 就是Gaby呢 她辞掉了一份 她说是营养学家的工作 也就是一份她自己认为 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工作 然后呢 她出来跟男友 一边公路旅行的同时 一边去做博客 一边去做网站 她对于自己的工作 是很有信心的 但是男友似乎并不支持她 于是在这个长久的 争吵之后 她表现出她很脆弱 很沮丧 很疲惫 她的情绪呢 是非常不稳定的 脑子很乱 但是她好像不自知 Gaby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去看看 她的男友怎么说 这好多词异局的一句话 她明明知道 Gaby跟检查走了 对吧 并且根据后视镜的这个角度 她大概率是可以看到 他们在车的后面说话的 大家注意 本来她是跟站在车旁边的 那个警察在说话的 当这个警察走过去之后 她是处于扯着脖子 看着那个警察问她 你跟我的未婚妻聊过了 这个警察看来 这是一个有那么一丝丝 可疑的一个信号 暴露出来 她很想知道 女生跟警察说了些什么 而警察这个时候 是肯定不会告诉她的 所以你愿意做我一件事 让我来自动 让你来自动 走出的车 好吗 你不在任何处理 你不在任何处理 所以 告诉我 什么是 她就会做到的 她就会做到的 我会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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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ive her time and we really had a nice morning event and if anything but um she just kind of worked up as we were trying to get going and get our day going because we want to go um my car just put us up at the time you want to tell me about those scratches on your face she had a cell phone in her hand that's why i was pushing her away because i she wanted i locked the keys so i could walk away i said let's just take a breather and let's not you know go anywhere let's just calm down for a minute brian总体说的这个意思呢是小两口嘛相处嘛呃总是会有吵架的时候 他生气了我就是图让他冷静但是他冷静不下来他又打我又抢我 我的钥匙我可能不应该推他啊但是我不得不推开他跟他去保持距离 但是还是被你看被他抓的啊我满身都是伤警察因为已经跟gabby聊过了 gabby非常的情绪好的这个状态警察也看到了并且根据他们两个人目前所说的 可以大概拼凑出来今天早上发生的这个事情 其实这种开房车的旅行啊我经常去所以我大概能明白这个事情的缘由 巡逻的这个警察肯定也是能了解就旅行嘛尤其这种房车旅行啊 男生呢因为目的性更强啊总是想要啊之前制定下一个计划之后 他老想要按着计划跑啊我们今天要从A点啊到B点 我们必须得几点钟出发啊中间开几个小时在哪里吃饭几点吃饭 必须得要这样或者说是我们必须得要在几点之前 我们要到达哪一个点这样才会有饭吃我们必须到几点前到哪里 这才我们才有足够的时间啊去安营扎寨 这个就女生呢相对而言会更加注重过程和当下的享受 并不太注重这个时间的消耗和旅行整体的安排 尤其是什么Gaby还是一个网红 他网络上的内容就是关于他们这段 他制作视频他的照片就是他们这段旅行 所以他们早上起来啊吵架的很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早上起来之后男生呢着急走 Gaby呢要做他的什么视频啊照片之类的东西 所以很有可能是花了很长时间去做准备 或者就是说是一直准备不好一直没办法走 男生呢就催了这个女生 女生呢本来就在弄一大堆事情 然后他旁边又在不停催被把他给催急了 所以之后呢两人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一些冲突 交往座跟这第一轻微的路 不在那辆劣发 就是这样确实可以 要下巨逝 我也要蜷碧 我也要蜷碧 对 对 我 dépl 아파自由の提示 因为マスチ普通 疼 cheでしょう 我是 sorry about that obt意思 going into labour aren't said if six gallon water container wannabe several water 拍子 everything 安保安 there's plain still to go for a hike do me a favor you want a stand take a seat right here el Da5le speeding sorry 介 fascinated 你懂их 你不在那包包,不在那包包? 不,只是你的包包 然后,你会否达到你的衣服? 我可以让你重新衣服吗? OK,没什么 我只要让你让我去看,那是所有的 你先做个事,我先做个事 好,你先做个事 你先做个事,你要做个事 在哪里? 我先做个事 你先做个事 你先做个事,我先做个事 你先做个事 你先做个事 呃...what's the first name? Brian? Brian? B-R-I-N-A-N L-A-U-N And then your last name? L-A-U-N L-A-U-N D-R-I-E D-R-I-E? Yep I'll say crisscross applesauce but can I just sit in the shade through the vault? Um... I'll give you some shit Sound good? Alrighty, just hang tight for me Brian 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可疑之处 根据双方说的这个情况来说呢 也是情侣界的一个轻微的冲突 警察呢要了她的名字和生日 大概就是去查一下 去排除看看她有没有什么犯罪记录啊 有没有什么outstanding warranty 之类的东西啊 然后呢警察就又回去啊 接着对Gabby进行了一下问话 好 Combo 大 labor unde 麻松下 大阪 中监 不 shrine 你笑的我脸 奇妙的 我脸上脸 就喘死了 就喘歩了 我说了 不 嗯 算 嗯 他已经 有卡萤耶 你有卡�吗 不会也有卡萤 他不是开机 它是车到桌子 我印象一样 颈 我 因此 你出口相拍嗎? 你剛剛被騙了嗎? 你被騙了嗎? 這對我來說 most é 你每次都說了他嗎? 我不太過了 有關了她的最近很高 她是說她不喝 但她管了你把她抖 她不喝什麼 她的心情 我問她說吧 他跟誰地орт脊大意 是他照常維持我嗎 他對父子 我想 forget my ex-wife i'm just sharing her I know it's a little personal But to help you understand We would key off each others Anxiety would spiral You know what I mean? and it doesn't matter how much I loved her It may be a bad for your soul I'm not tell you what to do with your life But if you know you have anxiety Look at the situations you can get in You know what I mean? And we're not here to be mean to you or anything Baändererstrom Well,there's a first time And then it's usually Let's just We'll go see what Brian is saying But I think you've heard everything now from Quick question, you said you were hitting him in the arm Did you grab the steering wheel? No, I didn't touch the steering wheel I didn't touch the steering wheel Only for like a second Because I just saw the lights come on And it was more just like you're an idiot Like, you know But did you grab the steering wheel and like swerve or anything like that? No, no, no I didn't touch the steering wheel at all I'm gonna go ahead and close this door again Do you have enough air back here or do you want me to kick it up some more? Do you have any water? I will see if I can find something OK, don't worry, thank you 根据Gabby所说的这个情况来看 这个事情更多的还是她在攻击她的男友Brian 整个事情基本上可以说是很明白了 就是两口子吵架 然后发生了一些冲突 但是不是十分的严重 根据警察事后写的这个报告来看 警察认为在评估了所有的情况之后 我不认为这个情况升级到了家庭暴力的程度 不像精神病发作危机那样的严重 男性和女性两人都说他们相爱 并且订婚了他们都不想对方被指控犯罪 这呢这就是警察对于这个事件的看法 因为我们的视角是警察的这个执法记录仪式摄像机的这个视角 所以我们这刚刚也算是跟着警察的视角看了一下这个事件 一个很情绪化的女生 然后又是一个满身都是伤的男生 警察的判断在当时这个情况下来是合理的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警察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跟他们提过那通报警电话 也就是说Gabby和Brian 并不知道警察是接到报警之后一路追着他们来到这里 他们以为的是 一个警察正常开车正常巡逻嘛 因为他们自己开车撞到路边的一个牌子 被身后一辆恰巧出现的警察给看到了 所以这才被警察给蓝停了 大家尝试着 跟我就跳出执法摄像机的这个视角的现场 我们试图从Gabby和Brian的角度来回看一下这个事件 注意这个时候是警察在跟着他们的后面在开车在追他们 这个时候警察还没有拉响这个警车的这个siren 当然警察不一定每一次都直接会拉响警察这个警车的这个警地 如果是晚上的话 警察有些时候只是亮警灯 然后再用车这个大灯黄几两下就够了 但是大家看到这是万寅天晓 这是晴空万里的 又是大白天在沙漠上 警察如果想要提醒对方停下来的话 一定不会只亮警灯 因为开了你可能也看不见 一定会命迪 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有 坐在前车里面的Brian和Gabby 现在的状态呢是他们正常的在路上开车 一边开车一边吵架 只是呢身后出现了一个警车 他们可能压根都没有注意到这个警车 警察呢是在他们撞到路边的这个curb之后 才拉响的这个警爹啊就Siren啊 从Gabby他们的角度来看 是他们在吵架一边吵架一边开车 在车里面发生冲突啊 Gabby可能打了这个Brian的手啊 因为美国是左舵嘛对吧 然后如果说是副驾驶打驾驶的手 肯定是打到这个右手 那么右手 右手被打方向盘向右转 然后车就撞到了旁边的这个台阶 撞了之后后面就传来了警察的这个车的警笛声 哎呀完了我打他了啊 结果这又撞到旁边的路边了 然后被警察给看到了 于是他们听到警笛声之后 就很听话啊就把车靠边停下来了 扭开车 车哥 车靠 车车 车 车 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们这个overcompliant 过度配合就合理了很多 因为他们毕竟是刚刚在警察的面前 开车撞到旁边的curve 所以两个人先后一上来 都是非常主动的去跟警察道歉 这里还有个细节 就是Brian在这一段中间 本来手是没有放在汽车的方向盘上面 在美国朋友是清楚的 你在被警察拿下来之后 双手放在方向盘上 这是常识 像Brian这样手放在警察 看不到的地方 其实是非常忌讳的 当他说对不起 我撞到东西了的时候 手又重新回到了方向盘的上面 而Gabby说是他的错的时候 Brian的手又从方向盘就又给拿下来了 撞到东西是意外 我们知道这个意外的原因是 Gabby打了他的手 而Brian道歉的时候 下意识的去摸方向盘 这显示说他为刚才 就是撞到台阶的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他是有点懊悔的 因为他没有控制好车 但是这个事情并不怪他 怪Gabby 而他现在属于这种 regain control 重新控制好了方向盘 其实他的潜台词 就是没有说出来的话就是 我现在控制好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我肯定不会再撞车了 而当Gabby道歉之后 Brian这个傲恼的 实际上就有一个宣泄的渠道 就有人出来负责了 他就放松了下来 手了就又从翻盘上给拿了下去 大家注意到没有 就是还是回到这个两人的视角 他们撞到东西之后 但是警察只要求其中的一个人下车 其实有些人在这个时候 可能会有稍微有一丝丝怀疑的 就是我们在开车撞到东西 你为什么叫他一个人下去 对吧 我们看到两点细节 就是第一呢 Gabby是非常爽快的 就答应了警察 注意啊 他丝毫没有看向身后的这个Brian 就是征求他同意的这个动作 一点都没有 而Brian也很有意思 就是警察叫Gabby下去 Brian自己在后面 莫妙的自己在点头 你去问他们啊 为什么我们刚刚转 他比谁都清楚 想看出你 就很紧张 你想说什么 你想让我来自此的声音吗 对 我只能当我感算 一点都 со虚似 I was apologizing to him and saying, I'm sorry that I'm so mean because sometimes I have OCD and sometimes I just get really frustrated I don't know, we'd have been fighting one morning and he wouldn't let me in the car before Why wouldn't he let you in the car? Because of your OCD? He told me I need to calm down, yeah, but I'm perfectly calm, I'm calm all the time He really stresses me out and I just, this is a rough morning 这是我们第二次看Gabby说这一段话了 现在我们换了一个角度之后来看这个事情之后呢 大家看Gabby这段话,大家觉得他在说什么 他自己知道刚才车撞到路边是因为他打了男友 他认为警察现在问他呢,是在问撞车的这个事情 所以呢,他实际上现在是在解释自己为什么会攻击男友 他虽然可能因为跟男友长时间的长假 他非常的疲惫,这一点从他手撑膝盖这个动作可以看出来 也很沮丧,你看他一提的男友心情就变差了 但是他并没有丧失离止 他该说的说的,不该说的其实他也不说 警察没有主动提撞的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他也只字不提攻击男友的这个事情 他只是在跟警察去解释抱怨和铺垫自己的这个动机 回到Brian这边呢,就是他主动的问警察是不是跟Gabby刚才谈过了 虽然从警察角度来说肯定是因为Brian这个动作 就是他想要了解Gabby有没有说什么不好的东西 但是其实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啊 就是当警察说,是的,我跟他谈过了之后 Brian的眼睛呢,就没有再看向这个警察 而是看到旁边去了 他转到去看另外一个警察 这里你虽然可以说他是在逃避 但是如果是逃避的话 他肯定,他首先就没有必要去主动先去问这么一个问题 然后问过之后也不会这么干脆 就是动作非常干净啊 就看向旁边的这个警察 并且我们注意到旁边这个警察 在Brian看向他的那一瞬间呢 他身体是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后退的一个 身体是有反应的 所以这里这两人是有默契的 所以八成呢 在两人这个时候的目光是有接触的 两人在这个警察来之前 一定是在谈着一个什么事情的 而Brian重新看回那个警察 是想要继续下去这个谈话 那么这里我就偏向于认为 他问这个问题并不是想要了解 Gabby到底说了什么 而是在他心中这个事情毫无争议 肯定是Gabby的错 而Gabby应该已经跟警察说清楚了 在他心中呢 Gabby已经会对这个事情负责任了 所以他是在确认这个事情 他现在想得到了他想要的一个确认 就这个事情在他中心中 现在有结果了 那么一定程度上说 就相当于有人负责了 有交代了 这个事情结束了 所以呢 他看向旁边的这个警察 下面我们知道 警察叫Brian下车 单独跟他谈 我们再看一下Brian 这个时候是怎么说的 首先第一点 重心向后的 脚在前面的 就他其实有点抗拒 因为他不知道 为什么你要叫我过来 他身体是 对于这段谈话 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抗拒的 但他脚又很快 其实他就 还是想要过来 但他身体有 论里斯斯的抗拒 Brian跟警察 说的这段话呢 又体现出来另外一个特点就是 Gabby呢 是一个疯婆子 你看我已经尽力的是 他安定下来了 我跟他去保持距离 我们早上过了 反正好好的嘛 但是他还是激动了 说白了就是 比一切发生的一切事都是他的错 警察说费了点功夫 我才追上你们的 Brian有一个很明显的 哦 是吗 就是一个很吃惊 很加疑惑的一个表情 他疑惑的点是 警察你说什么 你是用了点功夫才追上我们 你为什么在追我们 当然在那一瞬间 他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想 进入整个的来龙去脉了 所以他当时以为 警察说的是不是速度上的事情 如果他可以转到这个厕所 好,所以,我們只躲著了一趟 我們就是,我也是 要保持所有的地步 因為那有飛車煮的車子,沒有失誤 我不喜歡 但在那時你把他們放過 你沒有喝喝喝? 我一直在說天啊 然後妳看事我跟你的臉 就是,我看了他們 她說自己踴了一個車 你看,回到Gabbie這邊之後 警察跟他的整段谈话的 其实也还是关于 刚才车撞到路边的curve的这个问题 Gabby呢 实际上也还是在跟警察去描述 他打Brian的这个事情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现场的警察包括Gabby和Brian 都似乎遗忘掉了 或者没有注意到的事情是 在最开始的那通报警电话里面 目击者明明说的是男生在打女生 为什么我们看了两遍视频 怎么到现在说的全都是女生在打男生 我相信目击者是没有必要撒谎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看到的现场是这样子 这就不得不让人想到 另外一个可能性 有没有可能Gabby被Brian胁迫了 我在前面三个月的时间 是完整地关注了这个案件 从一开始看到这一对 可以说是羡煞旁人的年轻情侣 出现在网络上面 到后来我们看到就刚才的这个事件 这个家暴啊报警的这个电话 这个事件呢 我也是吃瓜啊听八卦 到后来呢 非常意外的是Brian 自己独自回到了家 而Gabby失踪了 再不久之后 Brian也失踪了 然后呢就出来令全王 就震惊炸锅又愤怒的这个消息传来 就是Gabby的遗体 在山上被找到了 Brian成了最重大的怀疑对象 警察出动了大量警局去撒网式的搜捕他 但一个队之后 一人惊到下巴的这个消息传来 Brian的遗体也在山中被发现 这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什么 下期呢我们会再仔细地看一下这个视频 这一次我们不从警察的视角来看 也不从当时的Brian和Gabby的视角来看 而是从我的视角 从马后炮的视角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视频 为什么后面会发生那样的悲剧的一个结果 Gabby的失踪和死亡到底是什么原因 就这个视频中间我们到底能不能看出什么端倪 我们下期再来看 好 我是Eric长晚年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